首先来关注一下疫情防控的消息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通报 昨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17例 26号零时至24时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254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7例 本土病例1217例 含吉林1071例 上海47例 辽宁28例 天津16例 河南14例 河北10例 黑龙江8例 山东5例 湖南4例 安徽2例 江西2例 广东2例 甘肃2例 北京1例 江苏1例 浙江1例 福建1例 云南1例 陕西1例 吴新增死亡病例 吴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448例 其中境外输入115例 本土4333例 含上海2631例 吉林1007例 福建264例 河北142例 辽宁82例 山东64例 天津30例 江苏16例 安徽16例 甘肃14例 云南12例 江西11例 广西11例 河南10例 广东8例 陕西5例 浙江4例 黑龙江3例 内蒙古2例 重庆1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